百公图 中国一向以吃的艺术傲视全球 虽说世界真摇千万贫 但不论在菜的花样 在菜的味道上也难出其左右 如果有人问你什么是中国菜 你能说出个具体来吗 我国幅员广阔 如果受到了地形、气候、产物的影响 而造成了地域性 地方菜也就成为中国菜的一大特色 如果就发展体系来说 分为山东菜、四川菜、江浙菜、广东菜等 就口味呢 又分为东酸、希腊、南田、北鲜 制造出这些美味可口的工程、厨师 他们的手艺可是一种专门的技艺 一个成熟的厨师 有他们一定的成长过程 他们学徒时候的酸、甜、苦、辣 会不会像他们做出来的菜肴 那么的多彩多姿 那么的可口动人 因为我在家庭的时候 就开小面摊嘛 然后后来就有点兴趣啦 就慢慢慢慢就说 就走进这一行 当初可能听人家讲 说当初是可以有好多好吃的东西嘛 这样抱着好奇的心里尝试一下 因为我们就是种田的 家境婚礼比较差啦 毕业以后啊 就往这一行走 落跑了 我以前是跟那个业在的师傅写 跟那个广东人写 那个脾气很坏了 他一下就骂 一下那个广东人 一下就骂 就骂 就骂出来了 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现在我们比较不容易 我现在当初始 都想过以前都给人家骂 我现在都很少骂人 厨房的工作大致分工为两大类 其一是袍子 也有称为水苔或凳子 此外就是真正做菜的炉头或灶头了 当然 无论进入哪一个行业 大都从最底层的打杂工作开始 负责厨房的清洁打扫 刷洗大厨师用过的锅子 或是客人吃过的碗盘瓢块 等到升上了助理厨师 才有机会上凳子 开始练习刀法 学得各种不同菜肴的切工 至于炉头方面称为打火 首先得了解各种火候的大小控制 和油温的特性 之后就可以从炸东西开始学习 其次再慢慢体会调味料的分量多寡 等了解味道咸淡的控制之后 便是经过千百次重复动作的大厨工作了 当一张张菜单送进了厨房 立刻被分解成四大部分 冷盘的归冷盘 蒸笼的归蒸笼 主菜则先由水苔把材料配好 再分由头炉二炉或油炸的三炉分别完成 然后便要趁热 将色香味俱全的菜肴送上桌台 我一个月花了两万多 对这个收入还算满意 那对于这个花的后面 我是三分之一拿来买衣服 再一部分拿回家里 其他的就准备存起来出国去 像我们这一行啊 就是说如果规模比较大一点的话 就是说固定的基本薪水以外 就每个月有小费 还有锅念头还有年终奖金这样子 喝起来一个月差不多三万多一点这样 算不错这样 差不多啦七八千块而已啦 刚学徒嘛 那七八千块 这个我们的开支都差不多而已 也没什么可存的啦 还要租房间嘛 上北部还要租房间 吃了用了花了什么 都差不多抵消了 没有办法 那你要当学徒的话 薪水当然少啊 而且远光放远一点嘛 我们是为以后打算 等到真的当师傅的话 薪水又不会说当学徒那么少啦 我看起来跟演艺演员差不多啦 也会跳桃 跳 因为呢 那边新开一家餐厅 它的价钱出得高 你这边你待遇不好 对它不好 它就会跳 就会 但是 不论多好的待遇 厨师们工作的环境里 永远有震耳欲融的抽油烟机 和高温油腻的闷热空气 他们每天必须工作十二个钟头以上 又极少有机会享受家庭生活的乐趣 究竟是什么样的长远目标和理想 才能使他们甘心待在常人无法忍受的恶劣环境里工作呢 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把我们做厨制的知名度呢 尽量往上提高 那么尽量希望我们就是自己手底下来 有一般我们自己就是说一个小团体 那么大家兢兢业业的就是把这个工作呢 尽量的发挥到极限 可是我说他们日本喜欢亲我们中国人 就是我们中国人 酒席 然后到个钟头做完的时候 我们就帮孩子家做 有事情我们照做 这样 让日本人比较喜欢亲我们中国人 如果呢 将来可能的话呢 我想到国外去经营那个餐饮 我的目的是这样 因为我以前呢 在国外也是待了一段时间 以前是公司派过去的 那我看那边的那个餐饮 我们去经营还是很好 前度还是很好 就是太太从旁协助 都帮我们管教子女 我们一有休假的话 都跟这个子女 子女在一起 共加这个亲子关系 因为目前我两个夫妻都上班 比较没有时间照顾她 而且我把小孩子托给我小姨子在带 一切就是说顺其自然 我也没有说要求她演告 等过一段时间 我太太不上班的时候 带回来自己带的时候 就稍微比较有时间照顾 林先生是厨师 那您也是在餐厅服务 那你们回来是 他是厨师啊 是他做给你吃呢 还是你做给他吃 他做给我吃啊 他做给你吃 因为说啊 他本身是厨师的 他对着吃的方面就比较挑剔 那我从小没学过这个 那做的话就不会合她的胃口 那挑东挑西的 干脆让她做给我吃 反而你轻松 对啊 就是这样子 我们两个做就能把钱存一点 是 看看你们能买个小房子啊 或者是自己做个小生意啊 是 最好我是想 最圆满的就是说 我们两个做个小小的小生意 是 不要太打劲 那小孩子可以待在身边 是 这样子比较好 这样我们也不配帮她 我也不配帮她 也不配帮她 我也不配帮她 我真的会认得对她 在我自己的工作室 在家里面 除了餐厅 饭店里所谓的内行师傅之外 还有一种被研聘到雇主家中 报办宴席的外行师傅 也就是本省俗称伴桌的厨师 天色未明的清晨里 他们便要动身到批发市场 买菜拌货 在与雇主商议开列菜单之初 市场鱼肉的行情 菜价的高低 以及菜色的如何调配 都必须在厨师的脑海中 清清楚楚地换算成既经济 又实惠的佳肴美味 除了使雇主满意宴席的丰盛之外 当然 是否能够从有限的代价中 获取他们应得的报酬 也是许多经济累积 才能够掌握得宜的技巧 一批批既新鲜又多样的菜色 采拌齐全之后 师傅们才算完成了 伴桌的第一步 一般而言 伴桌的师傅们总是 全家动员的 将一切必备的器具材料 无论是做菜用的锅 炉盆盘 瓦斯水管 乃至于酒席开列时 使用的帐篷 桌面 桌巾 圆凳 以及才从市场里买回来的新鲜菜色 全家人分工合作 将所有的物品搬运装上货车 最后连全家大大小小也都分别登上了货车 就是这样简单而隆重的 一辆货车 载满了赖以为生的器具和菜料 全家人一路上浩浩荡荡的 将原本在室内的厨房炉灶 随车搬运到了雇主的家中 这种家庭式的扮桌 虽然没有豪华的厅堂门面 也没有响亮的招牌自豪 一切都是客难而简单的搭配 就在街头巷尾 丰富宴席的准备开始了 母亲带着孩子洗洗刷刷 父亲围上围裙 主掌大厨 生鲜的鸡鸭鱼肉 逐渐变成了宴席中的山珍海味 当客人们口嚼着香味扑鼻的 佳肴美味时 似乎还可以品尝出来自家庭的 温馨与可口 虽然社会的转型 使农业社会的风俗习惯逐渐改变 但是像这种开枝小 价格低廉的伴桌 在乡间小镇乃至于都市的角落里 却依然受到普遍的欢迎 中国菜最重要是刀工 那么我们什么都不要练 先把刀练好 天天去切 切到一个三天两天 你的手熟了 那么那个剧园里要切丁锡那边 要挑什么花了 都很简单了 你手熟了 那么这个是基本的条件 第二个是炒 那么炒 那么你为什么餐厅的厨师把这个锅子搖啊 这个不是故意的 这是一种必须的改断 因为它的中和调味倒下去 它这样搖动就拌了 所以我们要先要学厨师一定要学到这个炒的动作 神熟了 我们炒 什么都炒 同时这两个狩猎 这个很重教 你不要以为它抓 二十斤它就抓就抓起来 那么所以这个基本条件 这两种 中国厨师和外国厨师最大的不一样 是在于一个是师徒代代相传 一个是有专门学校教授学习 现在我们就请到 曾经跟随大内育处学艺的魏正轩师傅 看看它是如何的将师徒相传的手艺 转变升华为课堂上的新活相传 餐厅跟这个学校不一样的 它是两种差别 两种差别在哪里呢 我们以前学跟我们老师学了 它都是一个专业 专业那这个很苦的 因为他们是草代遗传下来的 遗传下来我们学了 就要学它这个到底的 完全都是到底的 以后我们那种民国十几年了 所以那些菜都是很好做的 都是做的方法不一样 学校它是教 教那个拉中菜拉中菜 它都是ABC 维他命啦 盔子 铁子 矿子 鹿叶素啦 它就是研究这里 那么我们主力就是培料 远料 喝喉喝补 还有那个烙跟冷 它操了有些是烙的 有些是冷的 有些油炸的 有炸的烙炸的冷 它跟烙喉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方式不一样的 我对喷喝本来就有很大的兴趣 那来这边学的话 平常我只是喜欢吃一些料理 那来这边学能够知道它的愿意 这是最主要的 主要的目的是将来想开一个小吃店 因为当一个厨师 他首先要有体力 还有他整天耗在厨房的时间很长久 那女孩子来想 一般我们体力复合都不及男孩子 因此我认为说 女孩子当时厨师的话 比较不适合 每一个行业做久了 门坎进了 都会有他们的噱头花样 当然厨房里的师傅 也少不了有一些不上大雅的小把戏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他们有什么样子的花样 有什么样子的乐趣 过去啊 这个老板呢 跟这个 跟这个服务人员 不管厨师也好 好像是 是两个对立的一种想法 那么厨房呢 他有时候他跟那个外面有什么勾结 偷偷地在那个烧水桶里面呢 偷偷用水桶袋 包上一个鸡子啦 或者包上一块肉啦 偷偷运走 这是过去 有点会有发现这个情形 这是一个爆山样 是 那么一个爆山上面 我们有腰花 有猪肝 那有时候 那个小地方 那些无聊 我们就把上面 腰花就给拿了一块 或者去吃一吃 偷吃 那么在这也是 当然了 那在我们发现了 我们可以 支持他 要改善他 一个是 我们 不卫生 不好 没有手 第二个就是说 那我们菜里 这个新色 怎么改变 因为我师父的道行有这么高 能够多卖一点 我一只鸡 能够卖一千块 那不是很好嘛 所以获利多消 因为要卖的多的话呢 假如像结婚宴会啊 那我们就保利多消 再说有的菜 因为有时间性的问题 假如说 这一只鸡已经 到第三天了 眼看着就要不新鲜了 那我们少损失都消 第四招最糟糕的就是 全部损失没有消 倒在缩水桶里面呢 可能被制造缩水油 危害社会 就是给猪吃呢 猪还边吃边摇头 意思大概是 not fresh 闷热拥挤的空间 简陋客难的储具用品 这一切的恶劣环境 丝毫不至阻碍了 中国厨师高超的做菜手艺 更不曾减损了中国菜肴 可口美味的魅力 但是 在生活品质逐渐提高的今天 卫生条件的要求 自然也随着观念的改变 并入了对菜肴好坏的评价之中 由于中国菜肴特有的煎炒 与油炸的做菜方式 使得厨房始终沾满了 不易清洗的油垢 因此 如何改善传统厨房的卫生环境 使得入口的菜肴 除了美味之外 同时也符合卫生的条件 应是今日重要的课题之一了 除了卫生条件 食品营养的注重 也是现代人所瞩目的 当人们警觉到 过多脂肪 与胆固醇的摄取足以危害健康时 素食的观念便逐渐普及了 您能看出这一桌丰盛的宴席 完全是素菜吗 中国厨师 顶成了传统的智慧与手艺 将油条塞入莲藕 入锅油炸 然后再加油添醋 于是一盘即可乱蒸的素菜糖醋排骨便完成了 至于将香菇切丝 入锅大火炒成扇糊 不仅形状类似 味道恐怕也不离原味了 这一切的灵感与技巧到底源自何方呢 一幅风雅的山水国画便是厨师的参考蓝图 刀法切工下的巧妙组合 把传统艺术变成了餐桌上色味俱全的佳肴 而香绣与雕刻的技法 都可以成为厨师们施展个人手艺的依据 当然 除了视觉的效果之外 味觉和嗅觉的突破也是不容忽视的 因此 前人食谱的研究 便往往是一位厨师能否独树一格的关键所在了 我们从香绣艺术里面 可以融入到我们这个花色品盘 比如龙凤品盘 我们可以从雕刻里面 融入到我们这个 平盘的那个盘式的装饰 就是说果雕 果雕艺术 我们可以从那个 泥塑里面 把它融入到我们这种富贵鸡 那个富贵羊里面 就是做成 跟鸡一样的 跟羊一样的模型 可是里面还是包着成品在里面 通常我们人的潜在这种意识里面 观念里面 总是认为说鸡啊鸭啊 这个肉类比较好吃的 所以我们这个做素食者 基于种种的理由 比如说生意上的理由 或者是宗教的观念上的理由 希望把这个荤食者 不是一个素食者 然后带进入这个素食者的话 我们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 那么在情形之下 我们就把鸡啊鸭啊 那个肉类的形状把它做出来 另外呢 还把它的味道口感也做出来 那么这样子的话 慢慢的它就会进入 进入素食的那个情况了 比如说 他本来他就喜欢吃鸡肉 然后他到馆子里面 他点一道鸡肉啊 潜意识里面鸡肉好吃 我就点一道鸡肉 那么出来也像鸡肉一样 而且味道那么好吃 自然而然他就会想到素食了 明以食为天 厨师的智慧与辛劳 制作出丰富的美味 满足了我们的口腹之欲 当我们关心自己饮食健康的同时 让我们也能够想起 这一群戴着高帽子的朋友吧 这一群戴着高帽子的朋友 就会想起来 这一群戴着高帽子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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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想起来 这一群戴着高帽子的朋友 这一群戴着高帽子的朋友 这一群戴着高帽子的朋友